大佛体中献出来就是菩萨功德 那菩萨的功德它是无相无形的 它就是能够大觉有情的 大化有情 因为它能大化有情 所以它能够片片知道缘起 如果是不是大化有情 你怎么知道缘起了 所以在大化有情的这个性中 它无色无形 不能以形形 不能以相像 这种菩萨 菩提萨度的智慧里面 你才能够知一切缘起 才能够分一切智慧的缘起 那叫辟知 开辟种种知 论种种原知 就在原知之中 你才能够开始什么 真正在这个上面方便立信 立真 本来在菩萨中 连真都不必立 那立真就是开始什么 过去我们讲立真 就是回头叫立真 那信中开始立真 它就是印假 还是实 不然干嘛说个真 它就能够对印假 印假就叫什么 印共 僧人才有印共的功德 你要到阿罗汉 才能够可能可以印共 所以这里叫做无漏大阿罗汉 佛子住持 善超诸有 他是大觉心 底上次讲过 那个子就是子觉 阿罗汉也是佛子 在一切佛性之中的子觉 不是落在尘间的子觉 是根本觉性之中 现出种种觉性的德项来时 那个佛子 他是这念念之间 都以佛族而住 叫佛子住持 善超诸有 念念你所看到都是什么 你要是体会这个德性时 这个德性在哪里见 这个德性在一切万有中见 你要看到尽性时 这个尽性在哪里见 这个尽性在一切尽色的 万有安部中见 但是你说在万有安部中时 你还是守着万有吗 你当然不是 你是说的是什么 你是说的尽性的尽持 尽性的住持像 你当时住在这个住持像时 你当然看的就是万有 善超诸有 所以假如说用到世间语言 在下面那句话 你根本不能讲了 对吧 从佛转轮 妙堪遗嘱 那佛涅槃了 不是佛还在讲话吗 怎么要妙堪遗嘱呢 经文应该还记得吧 对吧 它是都是从佛转轮 就是从诸大决心中 转如是轮 妙堪遗嘱 为什么这边要讲妙堪遗嘱 佛上前没有世面 你干嘛说妙堪遗嘱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经文用字之中 浅词用字 它这个真正的 这个菩萨的智慧的光明 大决心 在万有之中 你能够担当万有 这个心得担当万有时 你还要再立个绝吗 不必立绝 你能担当时就不必立绝 但是你在这个不必立绝上面 你才是念念之间是什么 都从来不昧 大决的遗鬼 大决的作用 就是你在感受之中 就是什么 就是决心引触 在近色现现处 就是近性引触 引触叫做什么 引触在心中就叫佛灭 就叫绝灭嘛 但不是一定要看到 世尊灭 就是你灭你之间 看到你那些心 都是佛灭处 但你看到感受时 就是佛灭处 但是你站在感受上 你从来不昧如是信德 那叫妙堪遗嘱 所以念念之间 你只要你在哪里参 在每个法中参嘛 念念之间 你当下在这担当 所以前面在诉说 一切佛子 就是与会大众的信德时 这一念经文是很重要 你要一步一步这样子 体会它的信德的作用 所以它才能够严禁 严禁 严禁就是什么 作词 当下作词 它的严禁匹离 那也叫做对质 也叫做质断 也是当下作词时 所以严禁匹离 红犯三界 你在严禁作词时 既然是作词 就有作法作向 但是有这个作法作向 不是让你剁在作法作向的 是让你因为知道作法作向 所以你才超越作法作向的 所以律中讲到这个作词 是叫你像如是作词的 你真正知道你现在所做 是流转所做 你根本忘记了庙堪遗嘱 所以在告诉你 现在的种种作法作向 你能明白这作法作向 就是你舍掉过去的所有切流转 你念之间归向于绝 所以作法作向虽然是方便 方便也是让你念之间不住 既然不住 所以你才能够什么 担当三界 这种心中的作用 永远它不是偏空 它也不是卓游 它永远就是在告诉你 调你的心智 这个调你的心智就叫做幼绕 你绝对不能偏 那叫正转 你念之间要看到大觉心体的作用 缺的一点意思不能偏 所以意思不能偏 时讲到如是大罗汉的功德 也是如是诉说 所以它叫严谨品离红泛三界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